大家好,我是NAT,關美媚 我現在是一位英文老師 四年前開始我也做了Influencer 如果我要選擇一款首飾去代表我做老師的階段 我就會選擇這一款 比較簡單和很時尚 因為我覺得做老師的形象比較簡單和很斯文 你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做老師? 其實我一畢業的時候是做時尚商品 但我經常對著電腦覺得很悶 所以我就回去讀書 我讀了Masters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剛好有個機會我朋友就介紹我做老師 之後我就愛上了這份工作 由老師轉為KOL 你當中有些最大的分別和挑戰是什麼? 最大的分別會是我面對著不同年齡的人士 我教書的時候全部都是小孩子的 但去Events的時候就會有機會去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而挑戰方面就是溝通 你的衣着裝扮怎樣配合你身份的轉變? 我以前會穿得很簡單和隨意的 可能有一條牛仔褲和T-shirt 我就去教書了 但現在因為有時早上要教書 晚上就要去Event 我就會準備一些首飾珠寶 去配搭那個look 希望盡量都可以做到fashion好一點 現在做fashion influencer的階段 我就會選擇這一套比較colorful 和比較突出的首飾 因為我現在經常去shootings和event 這一套比較fashionable 和比較容易襯衣 你其實最喜歡哪個階段的自己呢? 我想我會最喜歡現在這個階段的自己 因為很多不同的造型 我都可以嘗試到 譬如有時我daily wear 不會穿的很誇張的衣服 我去做fashion shoot的時候 都會穿到 譬如有些是很多ruffles 很dramatic的 我都穿到 現在經常出席event 那你有哪一種 譬如耳環、戒指、手押 哪一種是你不可或缺的呢? 我想如果讓我選擇 我一定會選擇戒指 這件事是我覺得 令整件事會突出的 譬如有時跟別人說hi 那時候一定會見到 hi 如果我要選擇一款首飾 去代表我將來 我就會選這一套 因為我快要結婚 是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是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這一款是比較timeless 和classic 我什麼場合都適合戴 之前都拍了一輯pre-wedding 你是選擇了什麼首飾 在pre-wedding的時候 因為我去了一個古堡拍照 所以我就特別選擇了一些誇張一點 還有一些victorian style的首飾 但反而我自己的wedding 我就想選擇一些簡單一點的 等一下 我一定會選擇 緊張讚好 是的 什麼人 SUSCRÓS